哈喽 大家好 那个 往年的 哪个 往年这个开春的时候 我就开始育苗了嘛 去年我是5月10 4月10号育的苗 但是有点晚了 我今天我就提前几天 提前20天 今天多少号 是7号了吧 提前20多天 因为今天我觉得好像 往的有点早 我刚才在外面弄点17号 没错 我给你 给它育点西红柿苗就行 别的我有想育了 然后别的吧 种过来效果也不太好 我今天我就打算种点 那个西红柿还有那个 云豆啊什么的就行了 因为这边蜜月菜也不好种 因为这边蜜月菜也不好种 不过都是 别的丛林多了 光玉西红柿不用太多 云豆呢 云豆 云豆现在有点早 云豆就是等那个4月4月份就行 我给我老再拿点土 来 从这边来 跟我来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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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这回咱皮卡都拉点回来 干嘛呀 能装吗 但是很多新衣服 真的很好 呀 这衣服先是 好 好了 过来 多少 不太快 好吧 才anın一毁 我们的习近 越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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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问我这边是什么 这事多钱啊 手套都不带着 我已经把西红柿的种子都给种下去了 这个盆里面是大西红柿 这个小盆里面也是大西红柿 然后其他就是那种小的圆的西红柿种子了 都在这里面 预完了 就等着它发芽了 今年比去年早预苗了23天 去年有点预晚了 4月10号才开始预苗 所以就是那个西红柿移栽到外边的时候 那苗有点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朋友们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